美國和台灣在今年6月1日啟動21世紀貿易倡議 經過兩個多月的準備和協商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 美國在台協會和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就談判任務達成共識 兩地正式展開談判程序 首輪談判預計在初秋舉行 美國副貿易代表比安基在新聞中表示 美台正式啟動談判將深化兩地貿易和投資的關係 推進雙方基於共享價值的商戶貿易優先事項 以及為兩地的勞工和企業促進創新 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 台灣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表示 在準備過程中 雙方都展現高度企圖心 期盼盡速獲得具體的成果 簽署貿易協定 那就是今天雙方正式同意 我們從現在開始就啟動這個談判的這個過程 下一步呢 我們很快的會跟美方敲定一個日期 舉辦第一次的會議 我們希望能夠快一點 臺美將在貿易變質化、良好法規實務、標準、數位貿易等11項議題進行談判 台灣經貿談判辦公室強調 談判雖然不涉及關稅 但營救涵蓋了四個重要的目標 分別是強化國家整體經濟實力 強化台美雙方投資及貿易 以及台灣與各國制度化的連結 還有強化市場經濟體制 為何覆航系統 平貿易卿 請 請